謝謝你贊助 耶 這是預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肥 沒有錯 我看到這個標題 欸 你們就知道阿肥我又來趁熱度啦 你們是不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YouTuber 去做那種 欸 股票的影片 然後呢 跟你們說他的績效有多好 他賺了多少錢 甚至呢 他還會跟你分享他的選股心得 以及呢 他的心法 哇 會讓你覺得說 欸 很羨慕耶 讓你覺得 欸 這個錢真的有那麼好賺嗎 沒有 像有些影片他會跟你說 欸 他最近在看哪幾支股票 然後做了哪些的研究 其實殊不知啊 他早就買好股票在等你們進場 而這時候呢 如果你傻傻的進去 你就變成一隻待宅的羔羊 那阿肥我玩股票大概半年多的時間呢 其實跟大家一樣都還是新手的階段 但是阿肥我啊 本身操作虛擬貨幣已經三年多了 所以說也不完全是新手 就是對於這一種金融市場的一些波段操作 還算是有一定的概念 那我也常說金融市場其實是一個很公平的地方 因為不管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 你都可以透過投資的方式來賺錢 當然在這個市場裡面要賠錢也是非常快的事情 但是啊 你只要透過慢慢的努力學習 或是你與生俱來的天分 就有可能在這個市場當中賺到你想要的財富 所以阿肥想要跟你們一樣我會做一個持續性的影片 就是可能週更這樣子 那會去新開一個證券戶 在不影響我原有賬戶操作的部位之下 拿出一百萬的資金來投資股票 那就在每一個禮拜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持股啊 我的操作啊 我的想法 也就不會像一個事後諸葛一樣 來跟你們說 你投資這一個才會賺錢啊 或是啊 以結果論來說 就像放馬後炮一樣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欸 我這樣子來投資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股票市場裡面賺到我想要的財富 沒錯 我就是韭菜肥 嘿嘿嘿 你會選擇一百萬的資金來投資股票做影片啊 主要也是因為阿肥我這個年紀大概是三十幾歲吧 那出社會工作大概就是八年到九年的時間 那這個年紀的朋友呢 大概在身上都有辦法存到第一桶金 那這個時候呢 也是我們這個年紀會接觸到這些金融市場的時候 也是該好好地學一下理財 然後投資一下自己的未來 那我現在就要來思考一下我應該在哪個證券來開戶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選擇手續費比較便宜的證券開戶吧 那我本身現在是在日盛開戶啦 當初也是看網路啊 然後人家說他的APP好用 所以我就去那邊開戶了 實際用過我覺得還蠻好用的啦 就是因為他有自動單啊 然後也沒有當機過 不過這一次呢 我就不會在日盛開 那我也還在想說要在哪一家的券商開戶 網路上可以搜尋得到比較便宜的手續費 又比較大間的券商 大概就是國泰啊 玉山啊 或是台新台銀之類的 那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推薦哪一家券商 欸阿肥可以去查一下 如果方便的話 我就去那一間開戶 那在開好帳戶之後 我就會把錢打進去裡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一百萬元投資 到底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阿肥投資的股票是可以賺錢 還是我會產培收場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想持續看到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 IGFB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